耳丸地理位置比较难得的一个社区 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可以步行的 这个也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咱们来看一下它新开的这个户型 整个房子呢是2730尺 四房3.5位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这个呢是一个小独栋别墅 它的整个客厅呢 都是有这种环绕型的窗户 围绕着它中心的这个院子来建的 大家好我是在楼山基做房产的Chris Liu 整个房子呢它是按高档住宅这种方式来做的 你看厨房呢有这种大的储物间 另外呢就是中央的院子周围 这一排玻璃推拉门还有窗户 透光非常的棒 因为这四房嘛一楼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是客位不带洗浴的 而房间里呢还有一个带痊浴的卫生间 整个居住的舒适度非常好 刚才说了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 不但可以步行去学校 还可以步行去泳池会所 所以呢它是处于整个社区的一个中心 这个是呢二楼的一个客厅 都是这种透光性很好的大窗户的设计 这里是主卧非常的宽敞 主卧带的这个卫生间呢 也是一个大尺寸的 除了有占玉之外还有浴缸 并且呢也是带这种大的窗户 它比较好的设计呢就是它另外的两间卧室 是在主卧的对面 所以呢就真正做到了互不打扰 整个呢就是这种实用型的户型 中央院子环绕式的这种设计 可以步行去学校公园泳池会所的地理位置 目前呢它要一百八九十万 两千七百多尺这个也还可以 而且包了十二万的升级 明天呢我再发另一个给大家看 这种衣服是绝对大尺寸的 但是房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